是能实践的,但是什么时候实践,以什么样的方式实践,这个还需要实践,现在还处在科研公关阶段,还不是工程阶段,公关阶段还早。 你认为它以后的应用方向会在哪里呢?我们这么告诉你,主要是实敏的载货的需求,就实践敏感载货,就是有些人或者有些货物,还是有些什么样的载货需要实践敏感,叫实敏载货的需求,就是刚需。 对时间敏感的,我们当时也是基于这个,所以开展这个论证,这个研究的吗? 它是属于第五代交通,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公认的发展方向,就是中国不能仅仅着远于当前,而也着远于未来,你不能着远于三年五年,而是二十年三十年,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些研究,差好这个研究是跟这个老本身会有关系,所以大家很关注,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, 这二十年三十年和研究,跟这个老本身身会没什么关系,所以大家也不关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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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